哈囉大家好 我是威威先生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跟魏泰花了很多時間 幫魏魏寶寶準備的 溫馨小窩 本來家裡只有我跟魏泰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子睡 魏寶出生之後呢 就變成這樣子睡 那隨著他越長越大 我們還是覺得 應該要把他準備一張自己的床 所以魏泰就上網找到的這一張 二手床架 這裡全部都是我跟魏泰去百貨公司 逛了很久才決定買的 還有這個 裡面這張全新的床墊 是床架的賣家附送的 床單跟床圍呢 是我姊留下來的恩典牌 組裝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光這幾樣東西加一加 就已經先幫我省了一萬多塊 真的是恩典牌啊 那我們自己買的第一樣東西 是 Naomi Ito的枕頭 它叫做王冠凹型枕 為什麼要買凹型枕呢 第一個就是要幫寶寶顧他的頭型 第二就是要確保 寶寶在睡覺的時候啊 他的頭 頸椎 還有脊椎 是保持在同一個垂直水平面上 那這顆王冠啊 除了他的造型之外 材質也是一等一 因為我們發現寶寶 只要轉頭 或者是翻身的時候啊 嘴巴都很容易碰到枕頭 所以我們選擇日本製的純棉材質 比較安心 王冠加上上面這三顆球球啊 我覺得餵餵寶寶睡在上面 應該會很有趣 再來啊 就是很重要的 被子 一般寶寶大概從 三個月起 開始會翻身的時候啊 就100%一定會踢被子 所以不管買哪一種被子呢 都會被餵寶踢掉 但餵太真的很厲害 他找到這一個 日本 Hopeta的 六層沙 防踢被 一聽就知道 專門設計給愛踢被子的寶寶 那他有分baby款0-3歲 跟kid款3-6歲 我是先買baby款啊 以免他之後啊 在學趴 學做 或學戰的時候 會壓到 或者是踩到跌倒 那他們最有名的啊 就是這個 日本製的六層沙材質 那桂姐告訴我啊 他不管是吸水性 掉毛率 還是抗菌程度 都是日本的 最頂級 而且聽說 這個蘑菇啊 在寶寶界 是很夯的圖案 所以我還特別上網 Google了一下 蘑菇防踢被 還真的很多人也買了耶 不過還好啊 這個都是在家裡面睡覺穿 所以不怕會撞山 那帛帛帛帛帛帛帛上之後呢 就是長 這個樣子 這種六層沙的特性啊 就是 四季都可以穿 春夏的時候啊 因為沙本身很透氣 所以不怕悶熱 但入秋之後啊 晚上如果比較涼 就需要多加蓋一件 薄被子 所以 我們也買了一條 六層沙的被子 那晚上睡覺 如果穿了房梯被 還是會涼的話呢 就再多蓋一件 六層沙的被子 但如果真的遇到 很冷很冷的寒流來的時候啊 還是得幫他準備一件 厚的 專門保暖用的被子 那這個呢 也是 恩典牌 不過啊 我還是一樣 會把房梯被穿在裡面 因為他們這種 膠織裁縫的 六層沙布啊 在纖維和孔隙中 都會保留很多的空氣 形成一個 空氣隔層 真正去達到同時 保暖 又吸汗 而且 可以排放石器的功能 那這條六層沙被啊 是 波西米亞民族圖騰 未太人喜歡這種素雅的款式 也非常適合我們的寶寶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玩具啊 是我堅持要買的 就是這一個 靠臥的 安撫玩偶 但因為他的功能啊 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直接 用給你們看 第一 當作 胃乃用的枕墊 它可以減輕寶寶 脖子的壓力 第二個呢 就是 側身睡覺的 輔助支撐物 第三個呢 是 媽媽親衛時的 電枕 第四個呢 是 安撫用的 玩具娃娃 是不是有很多功能 它不像一般的安撫娃娃 只有 玩的功能 它是一個 很有份量 而且實在的玩偶 最後啊 還有兩個 是結帳的時候 又夾購的 一個是 多功能的 紗布巾 最近啊 天氣 忽冷忽熱 所以我們出去的時候啊 都會用這一條 給它蓋 手腳 非常的輕便 還有這兩條 六層沙的 蘑菇手帕夾組 未太覺得太可愛 就拿了 它的夾子啊 做得非常的精美 可以拿來 夾手帕 夾 奶嘴 或者是 夾帽子 而且手帕 是一個常常需要替換的東西 所以多來幾條 是OK的 以上這些呢 就是我們幫寶寶準備的 睡覺好物分享 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要提醒新手爸媽哦 這些東西買來的時候 千萬不要太興奮 就馬上用 一定要先拿去洗一遍 再用 會更乾淨哦 即使我們已經選的是 Made in Japan的品牌 DISMA 我還是會這麼做 而且啊 還可以順便證明 貴姊跟我說 六層紗布啊 會越洗越柔軟的 這件事情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請幫我點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這邊可以按訂閱 順手分享給你 新手爸媽的朋友吧 我們就 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過範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